為何你加入了亞洲電視呢? 其實也是很奇妙的 因為到後期演唱會就越來越多人搞 我記得葉永叔的時候出來搞很多演唱會 我們那時候很早期開始做的時候 就差不多很多人找你做 慢慢多做競爭性的時候 周太太就覺得我們是否可以轉去做其他事情呢? 不想跟別人爭取一些事情 即是那個群組裡面已經多了對手 很多人出來做 因為葉永叔都做了很多演唱會 很多演唱會 我們是否可以試做其他事情呢? 剛剛那個時候就是亞洲電視 在邱先生在邱德根年代的時候 他就想看到TVB做香港小姐 他說沒有理由我們亞洲電視沒有亞洲小姐 他就說不如我們搞亞洲小姐 但他很聰明 他知道只是靠邱先生自己本身的實力 未必叫到這麼多有名有地位的人來到 雖然邱先生也很有地位 有名有地位來到的意思是 譬如是否找評判 評判 找人贊助 找表演嘉賓 所以他就說不如找周梁淑儀 那時候周太太是議員 他說他可能有名有地位 又認識很多政界的人 商界的人 不如把整個亞洲小姐 判了給副財製作去做 是愛判的 所以那時候很厲害 邱先生是開鮮河 將節目是委制外判 給外面製作公司去做 是是是 那當時怎麼樣 結果 你就接了這個project來做 所以1985年開始 當時第一屆是黎燕山 黎燕山就是第一屆的亞洲小姐冠軍